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静怡 2017安利创业者表扬大会 首场就先在台中登场 除了有杰出的伙伴登上舞台一一授奖 还有精彩绝伦的表演 都让全场观众惊呼连连 高难度的特技动作 就像伙伴们不断挑战自我极限 攀上高峰要再创夹击 表演者戴上拳击手套 竞歌热舞 2017安利创业者表扬大会上 暖场的战斗有氧就获利失色 但旁边怎么有个眼熟的人物呢 原来是安利创世代粉丝团 品牌大使熊董 跟着音乐摇摆模样十分可爱 要观众们全部动起来 不过接下来的表演更是吸引全场目光 舞者动感秀出高难度的特技动作 似乎也预告曾经当过挖人的演讲嘉宾 皇冠直系直销商彭建平 会带来振奋人心的故事 而舞者层层堆叠 还展现下腰特技 挑战人体极限 就像安利伙伴们不断挑战自我 攀上高峰更创夹击 超高难度的特技表演 看得伙伴目不转睛 因为舞者各个散发自信光芒 挥动着彩带 每个精心安排的华丽桥段 都像在鼓励伙伴们凝聚能量 释放热情 转动自己心中的向往 安利新闻台中报道 全球安利即将迈入60年了 安利台湾总经理陈慧文 特别在2017创业者表扬大会 回顾企业提供的安心保障 因为台湾近期年金改革 一利一休的议题持续蔓延 导致劳工都弥漫着 对生活不稳定的忧虑 选择创业主导自己的人生 才有机会实现想望 更恭喜杰出直销商 这一年来的努力 2017年是安利现代化的启动元年 伙伴掌声不绝于耳 因为安利迈入数位时代 不只启动了现代化元年 安利台湾总经理陈慧文 更特别在首场 安利创业者表扬大会上 预告2017将使安利 盘上下个高峰的期许点 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讲 我们什么一利一休啦 其实大家都有非常大的冲击 不论你想要追求什么 都可以透过安利实现你的自我 我想这也就是 安利公司创业近60年以来 对我们所有的直销商不便的承诺 而这也是我们直销商伙伴 最安心的宝藏 透过时间再再证明 安利不受大环境变迁影响 更是与世俱进 智能化体验中心 也在2月正式登场 已经独步全台的智慧科技 安利求新求变 但对于开创事业 可不能舍近求远 总经理宣布推出全新的新人体验方案 新人的体验方案 能够让我们的新朋友 进入安利的第一天 就能感受到安利的好处 进而更愿意让安利走入他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会开始推出了一个新人企业包 能够最有效 帮助我们新加入的伙伴 一次经营就能上手 要让内心有创业想望的伙伴 都有机会实现理想中的自主生活 拥有健康 力满人生 而总经理也期待 在安利台湾迈入35年之际 注入更多新鲜 带来出现动能 零万都能创造下一个事业巅峰 安利新闻台中报道 安利创业者表扬大会的重头戏 就属演讲嘉宾 分享自己的创业之路咯 皇冠直系直销商 彭建平和鸿美香夫妇 他们从医务人员转换跑道 勇敢创业 摆脱忙碌工作模式 实现了自由自在自主的生活 也用自己的节奏 生性只要脚步不停 达标是迟早的事 现场的伙伴们 让我们拿出中部的人的热情 让我们欢迎 今天的演讲贵宾 新科皇冠直系直销商 彭建平鸿美香夫妇 台中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呢 真的很感谢安利公司的邀请 让我们有机会来到台中 跟大家结缘 分享我们个人的故事 各位刚刚看到影片 可能很多人对我们很好奇 好奇的原因 是因为一个军医 医务所主任 一个护士 为什么来从事安利系列 对吗 我相信你如果没有经历过 传统行业的折磨 你真的不知道 安利系列有多好 怎么说呢 我传统 我出生在一个 很传统做生意的家庭长大了 从小看着父母亲 辛苦的做生意 只为了多赚一点钱 不眠不休 可能一年365天 全年无休 只为了多赚一点钱 可是呢 却没有时间的自由 当然就没有家庭的生活 生活品质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从小的心愿呢 只想要当一个 简单的上班族 各位在座 有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想要当个简单的上班族 拥有自己的时间的自由 然后赚一点钱 然后可以享受生活品质 对吗 可是好像事情都不是傲人 想要这样对吧 所以我觉得 当然上班族很好 有时间的自由 可是好像钱少了一点 所以我当了护士之后呢 轮了上班 好像生活品质也没有很好 每天只做两件事 上班睡觉 上班睡觉 这种生活我过了将近十年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 难道人生就是这样子吗 难道不能兼顾时间的自由 兼顾经济的自由吗 我真的很感谢当初我的推荐人 就是我的老公 当时的男朋友 引进来到这个环境 我记得当初呢 也跟各位一样 参加这么一场大会 我真的很感谢 我的生命中的老师 他是启发我智慧的 双皇冠大使 我们的陈老师 他讲一句话很好 很吸引我 他说其实人生 应该要追求全方位的人生 什么叫全方位呢 各位 因为上班族们 可能你为了赚了一点钱 可是是不是要牺牲健康 对不对 因为可能有时候 三餐还不是很正常 有时是我们医护人员 我们身体其实是最糟的 虽然很会照顾病人 可是不会照顾自己 所以我当初来这个环境 说真的很单纯 只是为了学营养 学美容而来的 这么单纯的想法 来这边反正没有损失嘛 找回健康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在25岁的时候 就来到这个环境 当时很年轻 就有健康的概念 因为我在医院里面 看到很多的生老必死 我觉得赚了很多的钱 很多的零 可是没有前面的意义 好像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我来这边 可以追求健康 当然有了健康 是不是也要有一群 自同道合的朋友 所以我当初很喜欢安利人 因为我觉得安利人好热情哦 不只有这个良师还有义友 甚至有一群事业的伙伴 一起跟你分享喜乐 这样好不好 不只有钱 然后呢 有健康 有朋友 当然还要有幸福美满 家庭的生活 所以我们两个从18岁认识到现在 超过30个年头 很多的伙伴 年轻伙伴都说 哇 怎么有可能跟一个人相处这么久 这不容易你说对吗 可是这是我从小最大的心愿 因为我从小看着父母亲的辛苦 我只期望 身为一个女人 没什么很大的企图心 只想要拥有一个很好的幸福家庭生活 来到安利市业 我发觉 每一对夫妻 一对比一对恩爱 所以我很喜欢安利人的生活 当然不只有家庭 幸福美满的人生 当然也有事业的成就 对不对 我发觉 我在传统行业只有成就感 没有成就 对不对 所以我通过安利市业 我慢慢去了解 人生是可以全方位的 甚至你还可以拥有自信 去面对你自己的人生 对后来 未来的人生 不用担忧 这是我很喜欢安利市业的 因为人生可以六六大顺 我相信不是每个人要追求机会 为什么我一开头要讲 其实一个人 成功的人都是 价值观跟人生观要提早确认 你才有可能命运会过得很好 所以我当初只是因为价值观的改变 不再只是追求金钱 也不再只是追求时间 我发觉人生也要很多值得去追求的 你说是吗 所以我相信你的朋友今天带你来 绝对不是要你做什么 我当初也对我的推荐人很误解 你要叫我来抓你吗 可是我的朋友告诉我 其实你来这边不急着做什么 你应该新的一年重新去思考 你人生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纯粹只是工作 只是工作的时候为了赚钱 或有些人工作纯粹只是为了兴趣而工作 假如一个工作能够实现你理想跟梦想 你觉得又能够结合前面我刚刚讲这三件事情 然后人生可以全方位的成功 所以我当然毕业后就当护士 然后呢就过着轮山般的生活 这种生活过久了真的不是人过的 因为每天都睡不饱 可是呢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少数的人 他其实做的事情都跟我们一样 可是唯一不一样的是顺序变了 百分之二十的人呢 他先确定好他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再来寻求什么样的生活 要学什么样的能力 然后去做什么样的工作 才可以达到这种生活目标 所以我开始把这种价值观 做一个顺序的颠倒 没想到今天就站在台上 跟各位分享 所以你有没有发觉 其实一个人 如果你目前对你的生活不是很满意 我相信机会是属于两种的人 一种是对目前不满意有危机的人 你才去探讨一个事业机会 第二种你是一种很有企图心 很有理想梦想 很多的愿望想去实现的人 你才会探讨事业机会 你说对不对 所以呢我当初就这样子来一踏入安利西叶 一开始的念头很简单 只想到找到会健康 没想到现在退入安利西叶 我们两夫妻已经二十多年没上班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各位有没有符合刚刚影片说的找回自我 我真的希望我们今天 我们两个来自高雄 我们的故事呢能够对各位有点启发 想想看你的生活想不想跟我们过得一样 有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我当初很喜欢这个故事 他说呢 两座山有两个和尚 两个和尚呢 每天的工作就是一定要下山去挑水 给市里的人喝 所以他们每天挑 每天挑 当然就认识了 可是有一天呢 A 复安发觉 怎么B 今天没有来挑水 他就会想 哦 他可能偷懒 可是一个礼拜过了 一个月过了 他觉得怎么都没有看到B和尚来呢 他心意在想 不会吧 他是不是生病了 几个月过后 他想想不对 好像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他决定做了一件事情 他到了B和尚的山上去看他 结果一到山上呢 他就看到这个和尚 在泡茶 在聊天 然后呢 他就看到这个和尚说 哦 你真的很偷懒耶 你怎么现在都没有去山下挑水呢 B和尚说 我从此以后不用挑水了 他说为什么 他说很简单啊 我以前每天挑水的时候 我心意在想 总不能永远都一辈子在挑水吧 因为挑不完啊 你说是不是 但是 所以呢 他在挑水回去之鱼 有多余的时间 他在山的后面 就开始学会挖井 想想看 看有没有找到水源 可以挖一口井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 每天挑水的问题 所以呢 他就这样子 每天挑水 下班之鱼又去挖井 挑挑挑 挖挖挖 就有一天真的挖出井来了 所以他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挑水了 各位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让你有什么感受跟启发 我当初听完我觉得很震撼 其实挑水我们每个人上班族很像在挑水 曾几何时 我们有没有曾经夜深人静或下班之鱼 不一样耶 安利事业你可以努力一阵子 可以享受一辈子耶 实在太快乐了 所以呢 我在上班之鱼 闲暇的时间来晚上利用时间来学创业 来经营属于自己的安利事业 没想到我现在也不用挑水 我已经挖了一口井 这样好不好 好 安利事业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最后的报纸一定要交给我的另外一半 为什么 我真的很感谢他 他扮演了两个身份 一个是我的推荐人 我真的很感谢他 把我引进安利这个环境 让我不断的学习成长 然后呢 可以勇敢的面对大家 各位看得出来我还是蛮紧张的 对不对 可是呢 我真的很感谢他 他当初的男朋友 然后呢 现在的老公 然后也是我的推荐人 当然也是我这个事业最佳的好伙伴 Toyol安利事业 他把这个事业传播到全世界各地 我们Toyol安利事业也经营发展国际市场 到现在有经营七八个国家 如果没有透游他的远界 也没有透游他的企图心 我相信我们今天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我真的接下来的棒子 交给我的老公好不好 掌声 谢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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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总 组长 师伯 观音大哥 世奇黄光大使 所有在座全排赚成天好 及所有在座朋友 大家笑我好 好 这样非常感谢总经理给我了 这个机会跟各位分享 其实早就应该来了 今天请我来就是对了 不然请别人都是错的 原因很简单 本来还没有这种感觉 一开始 刚刚你们看一个体操队 我就觉得今天那个表演完全为我的 那个体操队表演不是 都是挖人的动作吗 让我想到 还没有从事在安利事业 25年前 各位你们都是年轻人 我以前也很年轻啊 25年前我是个非常骄傲的人 现在还是有点影子 但是没有以前骄傲 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要跟别人与众不同 就是一定要做一些非常特殊的事 各位对吗 所以我在没有从事安利事业之前 自己是军职 当军人 结果我又去 非常的不小心抽签又抽到一个部队 叫做陆战队 一到陆战队的时候 人家说好可怜喔 我就心里很兴奋 哇啦喔 陆战队呢 对不对 结果决定去做一件事 去当挖人 所以就参加了两棲征兽部队 所以我是挖人部队出身的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就不值钱了好不好 所以呢还没有来这个事业之前 我相信大家那些人都一样 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其实讲真的啦 谁喜欢上班 假如这辈子读书就是为了上班 我就不读了 因为上班 你说再怎么上班还是上班嘛 打工怎么打工还是工 所以呢我在还没有接触这个事业之前 我知道我有三件事是无法完成的 哪三件事无法完成的呢 就是我当时交了这个女朋友 现在的老婆 各位想想看 18岁19岁都认识 她一直认识到现在 到底是姓还是不姓呢 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对不对 那时候呢 她家非常有钱 哇有钱到我一辈子都追不上她 那时候我跟她约会的时候 我开的是玉龙1200 她开的是B&W520i 两个约会碰面的时候 到底是到底是我下车还是她下车呢 本人非常的嚣张 就跟她讲说下车坐我的车 她说我的是B&W呢 我跟她讲那是你爸的 这是我买的过来 她就上车了 所以呢 不要鼓掌 不要鼓掌 我这辈子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天买车会赢过她啦 我想每次都叫她做玉龙1200的 真的是有点奇怪 内心有点不安 所以各位有一个年轻人很好笑 他有一天也是像各位一样 都是年轻有为 都很想创业 非常希望收入变得很高 他有一天呢收入了两万八 他忽然想说我要买什么车呢 可是存款又不够 所以呢他就决定了去Google搜寻一下 到底两万八可以买什么车 就两万八一Google搜寻出了一个答案 象棋 为什么买象棋呢 当然很简单 因为你买了象棋后 他就先送你两部车 然后呢再送你两匹马 哎呦 还送你两个驾驶 又送你五个保镖 你看多好 假如你觉得还不过瘾 你的骑速还真的很棒 你还可以骑两头大象 我听了我都觉得快晕倒了 各位虽然这是笑话 各位在座朋友希望自己能够买一部还像样的车的请举手 各位你们都知道那你想到你现在每天的心水 你知道要上班的时候就算你买得起你也舍不得买啊 各位对吧 各位那是我以前的第一件事我认为这辈子可能买车就没什么机会 顶多就是每次硬着头皮叫他下车来坐我的车 第二件事情买不起房子 各位我们家是军工教出身的 军人就是清廉 自己补自己比较买车 我想当军人就是为国嘛 为国争光为国 为这个国家打仗 结果呢 我们那个年代啊 各位不要看我的年纪啊 就猜猜就好了 我们那个年代的房贷 大概8%到11% 很高的 现在的房贷才2% 可是现在年轻人买都买不起 叫你买就是嫌贵 买东西就嫌你利息 太高 各位现在才2% 以前是8%到11% 有人称现在的年代叫低欲望的社会 现在年轻人非常没有欲望 也不想买房子 也买不起房子 各位我有没有说到你的心声啊 各位想真的 买得起买不起不是重要 想就好 很想就好 我很想要买 很想要买得起 举手很想要买的 我不会叫你买象棋 你放心 我们也很想 各位我那个年代 我自己当军医 我自己在军中服务 我讲真希望 我那个年代 我买不起 我老婆的老爸 他家从中云港旁边看去的土地 都是他家的 中船附近的土地都是他家的 家里养虾子养二三十甲地 天啊 他爸爸的收入是天价 Oh my God 我看到他我就完蛋 晕倒 他的房子可以堆积木啊 我是一栋都买不起 要追他 门都没有 所以我在想我完了 车买不起 房子也买不起 不就完蛋了吗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还做得不错 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带我太太去玩 各位年轻男生 每个礼拜都带一个女孩 不是带一个 每个礼拜 现在笑我的人还在长庚医院急诊室 假如你每一个礼拜 都带你女孩子出去玩 你的女朋友出去玩 你信不信你的薪水够用吗 不够用 所以跟我太太每次都 每个礼拜都出来玩出来 我们每个月都把薪水花得光光的 可是我太太很奇怪 她有一个梦想 就喜欢环游全世界 喜欢到处去玩 所以各位你知道 我们还没有从三立世界之前 全台湾所有的五星级饭店 我们都住过了 但是国外的都没住 就是住国内的而已 就到处去玩去玩去玩 所以我现在很佩服年轻人 为什么很喜欢去做那个红眼班机 做那个什么经济舱挤的钥匙 时间不对也照做 反正有飞出去就好了 这是哪一国的旅游啊 我曾经答应我老婆讲说 我一定会带你出国海外旅游的 你放心 各位男人都是这样讲的 前一天都会讲得非常伟大 隔天不一定会兑现的 各位对不对 先没有骗到手 假如没有骗到她来跟我结婚 我也没有说什么时候 我只是说 明天嘛 永远的明天嘛 永远的以后 各位对吧 我相信各位在座有很多年轻人 各位在座这些朋友 你们不只老远跑来 今天来听这场演讲分享 你们是来听我的故事的 我的故事告诉你一件事 年轻人就是有热热有活力 年轻人就是有体力 但是年轻人就是很难成功 很难成功的原因 不是说你有多差 台湾第一名大学叫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第一名毕业的学生 假如成就还不是最好的 请问你念台湾大学干嘛 各位说对吧 可是我们的父母是不是全部都叫你去念书 是不是好好的念 所以有人常问我说你怎么考得上医学院呢 简单嘛 考的题目刚好是我会的嘛 对不对 其实我也没有很认真 就随便看两眼一看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我常很佩服一些人 读书怎么可以读这么久还考不及格 我很佩服你们的 可是没有关系 各位现在的朋友你们真的没有关系 反正今天来这里不比学历 不比学历 来听听我的故事好不好 25年前我是个年轻有为的年轻人 非常有活力 臭屁的被死 有多臭屁 生活过得不好 但讲一定要讲赢别人 有一天有个朋友跟我讲这个事业 告诉我安利事业来听 各位我不像你们今天运气这么好啊 我第一次来听演讲的时候 听一个北霸掌的来演讲的啦 麦霸掌的演讲 你知道我那天是很心不甘情愿来听啊 各位今天有没有心不甘情愿的 不要给我举手拜托 你们就手放了 你看你们都是心甘情愿的嘛 我非常的心不甘情愿来听 因为被骗来的 来了以后呢 上面台上的讲话就讲说 各位朋友 你好我传统行业是没霸掌的啦 我在想我是医生 你在这没霸掌 好了勉强听下去啦 他第二句话我就吐血了 今天其实我不太愿意来讲啦 我说你不愿意来讲来讲干嘛 你都不愿意来讲 他说你们这些有念书的 就忍耐一下啦 我很快就讲完了啦 他一边讲后面就要补一句话 你们有念书的就忍耐一下 你们有念书就忍耐一下 各位那场演讲我会听得下去吗 各位讲没有听下去怎么会在这里 我为什么那天演讲会影响我呢 先讲个故事 我有一个伙伴呢 他们是小学老师 那这个女老师叫做秀云 他在现场 有天他很好玩 喂打知名度也不付钱的 有天他是小学老师 有天他隔壁班的同事也是老师 就打电话给他说 秀云今天我要请假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帮我照顾隔壁班的我的学生 秀云说OK没问题啊 请问你发生了什么事啊 他说你都知道 我老公也是老师 但是我老公是小学的校长 所以呢 得了蜂窝性组织炎 所以现在送去医院看病 我要陪他住院 所以我必须要请假 陪我老公 他说哦好 他说好吧那你好好照顾你老公 我呢帮你照顾小朋友 电话挂了以后他就想想不对 因为呢谢秀云的老公呢叫明哲 他也是一个小学老师 所以他马上就打电话给他老公说 老公 我隔壁班的老师 那个因为蜂窝性组织炎 我们当老师的都很辛苦的 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哦 你要未来为我们的安利事业 好好照顾自己哦 你要好好保重哦 他老公那边冷冷的一句话 秀云 我会的 他老婆说怎么了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他老婆说你到底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 因为我最近脑袋长了一个东西 什么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你脑袋长什么 你跟我说你到底长什么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他老公就说 我脑袋最近长了一个智慧 各位朋友 听懂安利事业各位讲今天你们今天能够来的人 其实我们真的跟别人有点与众不同 礼拜六礼拜天哪里不去跑到中兴大学来 听一个不认识的人的演讲 各位对 假如脑袋不少许有点智慧 怎么会来听安利事业您说对嘛 对 所以我当天至少各位这位朋友是不是好奇 所以我呢也一样我第一次来听这个时候 我听懂一件事 台上那个美爸长得跟我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各位今天来第一件事 三件事你要找到第一件事 其实一定要找到一个创业平台 各位要找到一个绝佳的创业机会 聪明有什么用 有能力有什么用 各位你们都常听过 聪明不如出生好 各位讲想想看 我们找了一个很好的事业 把他紧紧的抓住有多么好 25年26年前 我就非常的不舒服 看到台上那个美爸长一直演讲 我的心里想 哦 美爸长的讲话怎么笑到 他上面演讲几中的内容 闪述了一些安利事业的价值远景 我听起来我真的 听起来很生气 但是你又没办法反驳 他集中几句话 他就讲说 各位朋友有念书的忍耐一下 我问你们哦 我们家买爸长是不是三个人在买爸长 是不是 我在买爸长的时候 我的朋友都不爱听啊 我怎么卖我客人都不听啊 你看来这里演讲有钱啊 还会抛啊 鼓掌一下 真气 真气 他后面有一句话 哦 我每次这样 每次买爸长 这样卖一卖一倍走 没有出过狗耶 我太太讲过一句话 那个哦 我们卖爸长卖从国际市场 我们从菜市场走进国际市场 各位你听了你会不会很不舒服 他有几件事也很过分了 他说哦 我娘那个肉长是不是油油的 那你的洗衣粉是不油的 对不对 你要卖油的还是卖不油的 会油啊 我当然卖不油的啊 他整场就讲一些废话给我听 我就听了就真的很不舒服 我的心里想 你赶快结束赶快离开啊 他就说 对不起哦 有念书的哦 我快讲完了 你们再忍耐一下 我们人生一辈子不断的都是寻找机会 但是一辈子大家都去找工作的机会 从来没有想要找到要创业的机会 工作职务有多好 够高吧 我去年培养一个直销商在新加坡 他是花旗银行 不是 他是汇丰银行 东南亚地区总裁 他的收入月薪一个月150万台币 年终奖金3000万 去年在安利做到钻石 他今年五月份在新加坡要表扬 他在台上要做一件事 他在台上要宣布一件事 把汇丰银行 东南亚地区总裁的职务辞掉 专职从事安利事业 他今年年纪44岁 比我更嚣张 各位 他跟你的事业 今天跟你看了同样一个机会 是不是同一个机会 我第一次跟这个朋友讲 当时他是花旗银行的副总裁 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翘着二郎腿说 你讲啊 你讲啊 而且他翘二郎腿还把椅子往前拿 鞋子还脱了 把脚翘在椅子上 我心里想 我可以安利教导你不要做 但是我一定要把你脚奖下来 如今他脚奖下来之外 他还从事安利事业 他竟然要专职从事安利事业了 各位在座朋友 假如你抓到一个好好的机会 你要紧紧抓住 尤其是创业而不是工作的机会 工作想找就一定有 他只是高级还是低贱而已 对不对 台湾没有人会饿死的 只要你很努力绝对不会饿死 但是想成功的机会 想创业的机会并不是那么多 所以各位可不可以静下心里想一件事 台上这个人 25年前不碰到安利事业的话 现在一定是小心 立足 对不对 开枪 现在人家跟我说你好幽默 那我 我只是发挥本性而已 这么多年来我只插了一件事 我就是从事安利事业 就是做安利事业而已 所以我爸爸今年是76岁 是安利的蓝宝石子技术商 我的弟弟是翡翠石子技术商 我的干姐姐是双钻石子技术商 各位在座我们所有的全家人 都是因为一个人把安利带进来 那就是我 就是我 25年前 跟各位看到同一份事业 那时候我是个小矛头 25岁的年轻小伙子 每天都跳过来跳过去 前一步后一步 原地太大步 左一步右一步 等于没走路 天天晃啊晃啊晃啊晃 天天晃 快得不得了 但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 各位我跟你们一样 你们可不可以回想 25年前的今天 我只是碰触了第一场安利事业 我竟然看懂他 你看我是不是我真的有多聪明 聪不聪明 所以我学人家的一句话 你不要佩服我 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真的 25年前啊 所以各位你们今天都拥有了 人一定要学会创业啊 各位你们不可以不学会创业啊 创业是多么的重要 第二件事你也有了 这辈子成功 这辈子创业一定要有贵人 今天有没有人带你来 有没有无缘无故莫名来的 应该很少吧 各位看看你今天带来的朋友 你看那个脸是不是长一副是贵人 很贵的脸 我的带我来的人是一个陌生人 是一个女孩子陌生人 他就是在路边吃偶脸我认识的 他吃偶脸就可以看出我很成功了耶 他就跟我说你是人才 你是人才 各位还真被他说中 20几年前讲事现在竟然发生了 我真的变成是人才了 所以你等我会后结束以后 一定要请你今天带来的朋友 好好喝一杯咖啡 因为我一个陌生人竟然帮助我 26年没有上班 而且环游全世界 而今天还有开心呢 可以在这里跟所有的朋友分享 假如当时我没有遇到这个贵人 今天的画面历史重写 因为今天上台的人绝对不会是我 对吗 你今天听到的人也绝对不是我 对不对 你可能听的就是美爸长的那个 你说对吗 这是有差距的各位对不对 我希望那个美爸长的 真的不要打我 OK 我只是事实的陈述而已 各位可以理解 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遇到贵人 你今天帮你带的朋友 你真的要千恩万谢 都要请他吃顿饭 请他喝杯咖啡 我现在每一个月都跟我的推荐人 每天喝咖啡每天吃饭 快乐得不得了 开心得不得了 没有他绝对不会有今天的我 所以要再次感谢我的孕家姐 我们孕家战士 远在高雄 感谢他 谢谢他 没有他不会有今天 第三个就是最后就是 你自己的努力了 你自己的努力了 各位今天有人来听 一定有人听懂 也有人听不懂 对 长得听得懂的脸 跟长得听不懂的脸 有差别 我在台上看得很清楚 会对我笑的就是听懂了 不会笑的就是听不懂 很多人都一辈子跟我讲 他很有才华 各位我超有才华的 刚刚我来之前我试麦克风 这样一二三麦克风试音 他们都哇声音很棒 我说来点音乐 我准备唱歌 各位我唱歌有多好听 各位知道吗 你听声音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听我唱歌到现在还没有活过 还没有回来 我相信各位 满街都是才华洋溢者 满街都是 可是你的能力 是一定要用对地方的 各位不要看不起自己 你们真的是独霸一方 我最近听个笑话很好笑 这笑话是什么呢 有一个女孩子 她走在路上 忽然她接到她男朋友的电话 她男朋友就打给她说 我们分手吧 那为什么要分手 我们不适合 我们分手吧 这女孩子听到以后 很难过 她好想放声大哭 她就走着走着 看到殡仪馆 她想殡仪馆是可以哭的地方 所以她就走进殡仪馆 走进殡仪馆以后 她就找一个最大的告别式的场地 她找一个最大的告别场地 她就走进去了 走进以后她坐下来 什么不管 她就开始哭 一直哭 用力地哭 哭进她所有的体力 她一直哭一直哭 因为她真的很伤心 告别式结束了 有三个女生走到她的前面 跟她讲说 小姐 我是大老婆 她是老二 她是小三 你是没有出现的小四 我们三个决定了一件事 家财你不能分 股票你不能分 事业你不能分 但是我们三个决定给你一役 把这个消息封锁出来 不要再告诉别人 可不可以 她点点头说 可以 能力要用对地方啊 有人常说 安利事业不会成功 我跟你讲 全世界最容易成功 就是安利事业 刚刚我看那些跳舞的 各位在这样 拉一下跳 要拉多久啊 今天闪到腰 今天就不能跳了 各位对不对 我年轻的时候做 我老的时候做 我到这么老了 安利公司还要我 各位您知道吗 安利事业只要一种能力 叫学习的能力 来学习如何创业 各位你今天等我结束 我跟你的朋友 好好地聊聊天 想说 上面那个人 怎么那么屁啊 讲话怎么那么好笑啊 各位我以前是多么严肃的人 那是透过 学习过的 我每次我的推荐人 跟我讲说 笑一个 我刚才有什么好笑的 笑一个啦 他说你为什么不会笑 我说当医生有在笑的吗 难道你来看病 我说 快死了是不是啊 感冒好棒啊 不能笑嘛 各位 那安利第一件事就去学会笑 你们都会有人笑 多棒的一件事 各位哭跟笑挑一个 笑 各位说对不对 来到环境 透过学习 去把安利事业 所有的基本的能力 基本的知识 基本 所有应该在这里 创业者应该所具备的能力 学习就好 所有的东西 都让安利公司去打造就好了 我刚刚讲什么智能馆 我跟你讲 这个你自己都不用花半毛钱 公司就帮你准备好 你只要去体验就可以了 那我好好的事情 怎么有这么好 各位你们 很幸运的 被你朋友今天带来这里 听这个分享 我很羡慕你们 假如我知道我26年前来的话 跟今天来挑 我宁愿挑今天来 我不要挑26年前 对吧 因为我至少不会遇到美爸长的 你说对不对 你们今天来到这里 都听到非常成功的领导人分享 前排都是钻石领导人 都跟山一样一堆 这些都是环游全世界 到处去旅游的人 各位你们何等荣幸 你们现在只剩下一件事 搞定自己 搞定这是不是一个 绝佳的创业机会 搞定自己到底在这个世界 学什么会成功 其他的一切事情 全部交给安利公司去掌理就好了 我们只要自己 努力打造一份事业 你说好不好 所以各位要相信 在台上的人25年前 26年前 我只是一个矛头小子而已 每天跳过来跳过去 人生不知道干什么 只会每天牵着美香姐的手 在高雄市的地下街楼上 买了一罐博朗咖啡 坐在那里就开始谈我们的未来 我老婆每次跟她讲 谈的未来就是 你什么时候放假 什么时候可以陪我 顶多就这样而已了 现在聊天内容会谈 我们下个月 这个月 下个月马上要去布拉格 不要 哇 一年出国很多次 也是很累的 想这么累的请举手 想这么累的 你看我也知道 我跟你们讲 25年来的前来 我只是来学习 学习得到自己想要的 各位你说好不好 好 那最后一个故事 就当做我今天最后的结束 时间过得好快 我真希望可以讲到 明天的早上六点 但是公司说 不行 好啦 谢谢 你们没有热泪掌声 他下次不会请我 你有听到 OK 好 我讲完 有一个牧师 他非常虔诚相信他的上帝 每天跟上帝都祷告 有一天他的村庄淹大水 淹大水淹淹淹的时候 那时候淹水淹淹到漆盖 就有人就划着独木舟来 那时候牧师呢 还在祈祷他 上帝会来救他 然后独木舟就说 牧师你赶快上来 他说不要 你赶快去救别人 我的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 我要拗不过他 独木舟走了 拗到了腰以后 有人开气体来了 牧师 牧师赶快上来 牧师说不要救我 我的上帝一定会来救我 我这么虔诚相信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 拗不过他也走了 淹到我脖子了 直升机开来了 不不不不 牧师你赶快上来啊 快淹死你了 他说不要 你不要来救我 我的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 后来牧师淹死了 他到上帝那里去报告 报道的时候 上帝跟那 他看到上帝就拍到桌子说 上帝 我这么相信你 为什么要来救我 上帝说有啊 我派了三个呢 一个独木舟 一个开气体 一个开直升机 各位今天在座所有台中的朋友 你们有一天 到上帝那里去报道的时候 你跟上帝说 上帝 你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成功的机会 他说有啊 我教一个棚坚民在这里讲得很辛苦 你们有听到吗 我们夫妻只是一个见证 一个很平凡的小夫妻 二十几岁 什么都不懂来到安利事业里面 今天呢 透过安利事业 能够成就自己所想要的 我老婆讲的 六六大双完全实现 我会所想要一切 不敢想的也都实现了 各位 我们只是走在你们的前面 希望在座所有台中的朋友 可以跟我们一样环游泉事件 达到心中想要的好吗 再次谢谢总监 再次谢谢前排的黄黄大使 谢谢所有的钻石领导人 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下期新闻我们还要告诉您哦 体育盛事安利益智园杯 女子花式撞球锦标赛 即将登场咯 撞球好手周杰瑜和柳姓美 也上安利新闻 分享今年的赛事目标 请您持续锁定安利新闻 我们下次见